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共機關刊物求是 最近刊登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一篇舊文 這篇文章被外界視為 是不點名批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而且標誌著 習近平和李克強兩個人的不和是姓溫 中共當初定落了一個非常宏大的目標 說要在2020年脫貧攻堅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但在5月28日的兩會記者會之上 李克強發表了一個令人相當震撼的數據 他當時說 中國有6億人口 平均月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引來輿論強烈的嘩然 因為他當時這樣公佈這個數據 就等同於宣判了 在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肯定就要夢想 在今年肯定就沒辦法達標了 而且這個數據背後還揭示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隱藏著一個非常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 因為他說到有6億人口平均工資只有1000元人民幣 但看看中國官方的數據 就說 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 每個月大概是2560元人民幣 即是說 這6億人他們的平均值只有全國的三成九一 即是說其他人肯定收入比他們高很多 這肯定是揭示了城鄉之間以及沿海和內陸之間的差別 而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的發言片段 據聞是遭受到大陸的河蟹 究竟《求是雜誌》刊登的這篇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章是說什麼呢? 標題是《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版問題》 他註明了這篇實情是去年4月22日 是一個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但到今天又重新看載 當然會有一個目的 其實目的就是要解釋 究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涵意是什麼? 似乎指向性就是針對著李克強說的 因為他裏頭說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整體目標 但並不意味著 所有地區所有人 在今年的收入都會比2010年回復 更加不會意味著 不同區域不同人群 在今年都會同步達到全國的平均水平 我國發展不平衡 城鄉區域人群之間 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 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義 對此思想上要有統一的認識 衡量全面小康能否達到 既要看量化的指標 也要考慮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狀態 和現實的獲得減 即是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 對於所謂的全面小康的認知 和期望是有落差的 因為習近平強調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義 但李克強在這麽敏感的時刻 突然彈出這個數據 就說有6億人口 每個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人民幣 很明顯這篇文章 就是要來蓋析火頭 就是要來不點名駁斥李克強這番言論 而且在時間點上亦相當吻合 否則在這時刻突然刊登一篇舊文 又意欲為何呢? 在昨天早上 李克強去到了山東省燕台市的樹進行調研 李克強考察的是燕台的一個小區 在小區裡很多人在店面前擺放了攤檔 他去到一家叫蘇加麻辣的熟食檔面前 問一下當主到底在疫情期間受了多大影響 後來他又問一下圍上的商戶和當主 究竟這幾個月收入減少了多少呢? 最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他說國家是人民組成的 人民好了國家才會好 靠每個人的奮鬥大家都好 國家就會更好 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 是人間的煙火 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高大上即是高端、大氣和上檔次 他竟然熱烈地追捧地攤經濟和小店經濟 他說人間的煙火是中國的生機 這很明顯是和習近平有所矛盾和衝突 因為習近平在陝西考察的時候有另一番說法 他說在推動復工復產的過程當中 國有企業發揮了主力軍和生力軍的作用 他說要將國有企業做實做強做優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的重要保障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說話 似乎李克強說的話比較貼近民間語言 而習近平就是充斥著一些黨八股的語言 而且李克強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他說的話是務實 是比較貼地氣 而且是靠近群眾 他強調地攤經濟和小店經濟是人間的煙火 原外之音無非就是要拍攝一些人 他所說的那些事情或者他在執行的一些政策 基本上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而習近平的發言可以反映出 他所關注的著眼點就是大國經濟的發展格局 但是李克強今次去到煙台小區那裡 就走到去問貪販問商戶 到底他們的收入有沒有受到影響諸如此類 他所關注的就是民眾最貼身的議題 而且似乎他都沒有什麼大國的包袱 當美國現在都說要發展太空經濟的時候 他仍然強調的就是地攤經濟和小店經濟 似乎就要勸勸一些人 要回歸這個客觀現實才行 因為只有這些東西才可以保得到就業 是中國的生機 而習近平強調的就是國有企業的發展 這裏又可以看得到 兩個人在經濟發展的看法方面 就是南緣北設的 故此 《求是雜誌》所刊登的那篇文章 到底他要回應和駁斥的對象是誰 就負之欲出 其實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 將會在2022年的時候結束 越接近這個結束的期限 在大陸的集音肯定會越來越多 而且會越來越強 當初他要取消連任限制的時候 他就是拿著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成績表 來作為一個交換的條件 當時的領導階層或者中產階層 當然就是隻眼開隻眼閉 尤其是中產階層 基本上他們就是要關注一件事 就是到底經濟能否增長得到 到底他們的荷包能否受惠 如果是可以的話 基本上這班人就會隻眼開隻眼閉 不會提出任何關於民主自由等等的訴求 這件事跟其他國家很不同 因為其他國家當他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一定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 大陸在這方面就完全停滯不前 他就是拿一件事來達人 就是經濟的成果 但是在今年大陸的經濟下行成怎樣 大家都知道 第一季就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而且很多人又要面臨著就業的問題 更不要說大陸今年會有八百多萬個大學畢業生 要投入這個勞動市場 故此那些民怨和集音肯定會不斷累積 而且會越來越大 對於習近平第三個任期的連任正當性 就會有所影響 因為他就交不出一個成績出來 在2022年之前 如果習近平都交不出一些很顯著的經濟成果的話 肯定這個集音是不會停的 當然這些集音會不會影響到他權力的穩定性呢 就未必可能純粹都是發下勞騷的 環顧世界各國 其實那些已發展的地區 如果它是沒有民主的話 比如沙地阿拉伯和文萊等等那些蘇丹制的國家 它肯定是有一個非常優厚的生活條件 提供得到它給那些基本群眾 故此有了這個經濟條件之後 等同於大陸那些中產階層一樣 不會在其他方面有任何的集音 不會有任何的訴求 但是這些蘇丹制的國家 就不能夠與中國來比較 因為這些國家本身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 而且人口也不會有中國那麼多 第二他們正在行的就是軍主制 蘇丹制就是 他們考慮了一個軍權神授 那你大陸是不是軍權神授呢? 不是吧 因為你無神論 所以很難直接比較 如果要比較的話就可以選擇新加坡去比 它也是一個已發展的國家 就算外界怎樣批評新加坡也好 但它起碼自從立國之後 它都堅持搞直選 真的有些被你投票 而且執政黨的得票率 都是徘徊在百分之五十幾至六十幾 你說有沒有機會有一天變天呢? 如果新加坡人真的去投公人黨的話 分分鐘真的有可能出現這個政黨輪替 不是沒有機會的 只不過每一屆都是由執政黨贏的意思 所以它起碼給你一個渠道 給你宣洩民怨 在大陸 講也不給你講 下又說你尋印之事 有些人派傳單說要爭取民主 又被人困到精神病院 大陸堅持拒絕在政治方面 作出任何改革 但如果他們不能夠在經濟發展方面 拿到成果的話 只會為政權帶來強烈的不穩定性 而且越接近2022年 這個集音會越來越強烈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